上星期的Apple發布會 iPhone 7當然是焦點 但也不要忘記了Apple Watch Series 2 所以Gadget Guy除了帶了一部新iPhone回來 也帶了一隻新錶跟大家試玩 外形上新錶和舊款的Series 1幾乎是完全一樣 只是輕微地厚了一點 錶帶也當然可以共用 而錶背就印有Series 2的細緻 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2 其中一個最大的進步就是 終於加入了來自的GPS功能 即是說你不用連著iPhone 都可以記錄到你的路線 或者看到你的位置 在一些特定的Apps或者地圖 新錶的確可以直接獨立地顯示位置 同時在記錄運動路線 和其他相關運動資料的時候 都比上一代的舊錶更加精準 不過要留意的是 GPS功能的耗電量都挺高 根據Apple工作人員所說 如果長開GPS的話 大概五至六個小時就會用進錶裡面的電池 新錶另一個進步就是 屏幕亮度光了 在暗位下都見到很明顯的分別 試試去到光位 會不會真的都看得出差別 看到真的 新錶這隻明顯光些 清晰些 尤其是陽光下更加看得出分別 50米防水也是新錶最驚喜的亮點 更加是鹹淡水都沒有問題 所以在運動功能裡面 也有泳池和公開水域選擇 新錶更加可以自動感應用家游泳式 喜歡游泳的人應該會對新錶加分 而在水裡面操作的時候 Apple Watch也會將屏幕上鎖 避免水力會誤足屏幕 上水之後再轉動錶罐 喇叭就會發聲 並且震出喇叭裡面的水 新錶也都強調處理和傳送速度都有進步 實際與舊錶比較 同時開啟幾個不同的Apps 新錶都明顯比舊錶快得多 但是一些資料較多的Apps 開啟的時候就需要多點時間 另外新錶預載的WatchOS 3 亦都提供了更加多錶面選擇 亦都有新的呼吸App玩 雖然功能多了 但是上代備受批評的電力問題 在Series 2都還未有大改善 實施依舊需要每天充電 不過考慮到在屏幕亮度和處理速度都提升之下 電力都算有輕微進步吧